还高了机票价格 故于公共时短 每期才中途中一天内遇难 是却为执走家事提供写字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西藏人民日会发表声明 就发生在尼古尔、西藏 以及印度的地震灾情表达了关切 而印度的罗王藏人们 则继续为灾民进行祈祷 更向救灾资金进行征华 西藏人民日会在声明中指出 尼古尔、西藏路卡泽 以及印度比特尔方本地 将亦成为之决 西藏日会被最终的运动 拿到达世 只会生亡的方式 使用伤作保护康复 受灾民众的家园 小日不到收入 与此为时 南方上人们对山地受灾民 的期待活动 也在继续进行 还有新闻的事 发来消息 山地的商业领导 向人上 先入上时 因山地发生灾难 行的祈祷活动 市场开了庄场 就不活动 已经约上上后 不应该享受 马户 发生 今夜 马户 南方